每年农历8月15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 中秋节起源于中国 又因当晚月亮满园 故又称为团圆节 除华人地区外 中秋节也是韩国、日本、越南的传统节日 就跟着卫权TV 一起认识世界各地中秋节的传统习书吧 在韩国中秋节叫做朝鲜秋夕 扫墓并有新修成的古物和果实祭祀先祖的日子 回乡探亲、向亲友送礼 亦是韩国中秋节的习俗之一 所以英文又将韩国的中秋节称作韩国感恩节 在日本中秋节被称为十五夜 日本人在赏月的时候是糯米团子 称为月见团子 由于这个时期正值各种作物的收获季节 所以为了表达对自然恩惠的感谢 日本各地也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庆祝活动 在越南 中秋节又称为望月节 是越南儿童的一个重要节日 孩子们会在中秋夜提着鲤鱼灯出游玩耍 代表着长大后鲤鱼要龙门的吉祥寒意 中秋向来有月圆人团圆的寒意 和亲朋好友欢乐相聚 共赏一轮明月 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 就是最棒的中秋节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